在高雄宴朝主持有坍塌造成母子三人受困的现场 在刚刚接近小四点的时候呢 传出了消息是母子三个人都已经找到了 但是非常遗憾的三个人被发现的时候 都已经没有了生命绩效 而根据搜救队员表示 当时呢三个人都是在妈妈的房间里找到的 而且被发现的时候 母子三个人几乎是同时被发现 保护塌之后呢三个人还是紧紧的在一起 而目前呢搜救人员呢 还有这个周春的都已经在现场 家属呢得知说这个亲亲被找到的消息 也全部呢都具体在这个房子参打的现场 双手呢是合适而且呢是粉下 希望呢赶快把这个三个人的大事给运上来 而其实呢很多家属从四面八方都敢来 因为呢这个老夫妇呢一共是有七个子女 七个兄弟姐妹呢当中除了老三 被埋在这个瓦尼泽里面呢 其余的六个兄弟姐妹呢 其实从昨天到今天早上到刚刚为止 所有的亲友呢通通都是守在第一个现场 而刚刚传出说 无子三人找到的消息的时候 所有的人也是立刻呢 第一线通知身边的亲朋好友 赶快赶过来 而目前呢 整个搜救的任务呢 已经暂停 因为呢 已经找到三个人 不过三个人呢 是已经没有了生命机上 找到一会呢 这个救难人员呢 再进到屋内 把三个人大体呢 都抬上救护车之后呢 将会送往补衣馆 做进一步的商业 不过这个结果呢 也是家属已经 各位最不愿意 接听到的这个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